餅舖外人潮爆滿 中秋節將至 民眾敢來點面排隊 因為月餅禮盒搶飯天 檯面上琳琅滿目 有鳳梨酥 蛋黃酥 還有各種種式月餅 加節將至 再不囤點庫存 下週恐怕想買也買不到 說到一年一度的中秋節 柚子烤肉跟月餅 中秋三寶比不可少 不過這些食物熱量可不低 尤其像是綠豆碰 蛋黃酥等更是不能多吃 主要是因為他們酥皮 他們酥皮的話是一層一層的 有奶油跟麵粉 慢慢慢慢堆疊上去的 所以這時候他月酥 其實他本身的油脂含量也越高 以每分一百六十公克為例 像是常見的廣式月餅 豆沙連絨內餡 熱量就高達三百五十大卡 糖類更是來到五十五克 台式月餅也有兩百五十大卡 糖類含量二十九克 稍稍偏低 鳳梨酥熱量最低一百七十三大卡 糖類含量也同樣降低不少 蛋綠豆碰可是大魔王 小小一顆一百六十克 就突破四百大卡 至於人見人愛的蛋黃酥 許多人會以為塔的熱量比較低 高達六百八十大卡 堪稱熱量炸彈 如果你今天在控糖 體態控制的話 月餅能不能是可以吃 可是會建議一種方式 就是這種月餅 選擇不同口味 跟朋友一起分享 記得一件事情 多喝水 多吃菜 多運動 不看不知道 一看嚇一跳 像是文彈柚子等 雖然是水果類 但含糖量也不低 一次客觀整顆 相當於攝取了將近六百大卡的熱量 至於中秋絕對要吃的烤肉 營養師也指出 高溫碳烤 產生的油煙 致癌機率非常高 而典肥類的食物吃多了 也同樣容易踩進熱量陷阱 在佳節當口 美食當前免不了吃上中秋三寶 不過還是得注意熱量攝取 免得廉價結束 體重暴增 8大新聞 是一萬來傳媒台北 蔡玉芳報道 民生八方式 近在一小時要訂閱 不要忘記要按小鈴鐺喔